這個條例草案的修訂很多人來講 我想我跟他說的方向是不同的 因為我想他就是講很多枝節的問題 當然我想很多是在做專業人士去看這條條例 我們立法會秘書處都有些意見 其實他是針對幾條裡面的定義 的含雲和雙撥是要政府去澄清 其實這個稅務修訂條例最主要就是 益那些交稅的人 我相信跟著我講的職業人士就要講清楚 你怎樣益我先 是不是益得夠先 我們立法會秘書處就是你搞清楚 我的說法是很簡單的 其實香港已經是一個避稅的天堂 股息稅是不用的 就是說任何一間公司去派股息的收入 是不算下去交稅那裡 私募基金不用交稅 就是說其實我們那些有錢人只要去玩那個遊戲 其實已經避稅避到媽媽都不認得 就是說可以避很多稅 現在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進一步去令到這個稅務的寬減 是更加廣泛更加明確 就是不用搞那麼多事情 年尾就是講優養身色 老子道德經都講過的 他就說天之道損有餘而保不足 人之道損不足 而奉有餘 意思就是說天道一個循環 是那些不足的東西 是會有些人補給他 這樣才有個循環 其實社會都是一樣 我們講經濟的時候 不是只講賺錢 而是那些財富怎樣分配 現在香港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北水南調 是大陸的國策來的 即是無論如何 基於大陸的國策 要在香港有一個最大的人民幣池 或者是他要香港成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或者老一大的中心 那些錢都一定會離開的 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進一步 是令到那些不能夠不來的大陸資金 變成一個更加獲得優惠的東西 舉個例子 林鄭月娥 她都益過一些人 益過一些比較沒有那麼有錢的人 首兩百萬減一半稅 現在講了這件事之後 接著就會繼續大量減稅 是令到 我再講一次 無論是因為貪污的原因 要來洗黑錢 或者是 因為大陸的國策要來的 他現在的市值這麼高 雖然現在我知道 那些市值有很多在大陸的那些錢 任他說而已 但是他現在已經是香港的最主要的持份者 所有的減稅 都會益他們 他們不是香港人 你不要跟我說 要找別的外國的資金來 現在沒有 因為有一個鄭月娥在這裡 是一個secretary of injustice 就是說你搞一個仲裁中心 那個仲裁中心那個頭 是司長來的 原來是完全沒有誠信 你還做什麼來叫人家投資 所以很簡單 你減稅不是 說around the world 就是叫人家 around the group 叫人家來投資 而是那些未來的 繼續賺錢 股息稅不用交 事務機構不用交都還未夠 因為我們的貧富懸殊 是世界第一的 已經連續高居首位很久 我覺得政府有這麼多錢 第一就是要將公共事業 即公營 降低交易成本和普通人的生活費用 第二就是要雷俊尼得稅抽稅 所有在香港賺錢的人 都是香港人合起來給他的 無論是洗廁所 弄冷氣 弄電燈 那些人的生活越來越差 那麼林鄭月娥還有什麼方法 是益他們而不是益他們的老闆 你馬雲利又要減稅嗎 所以主席 我不是在說那些知之節節的事情 我是要求政府 開征類盡利得稅 調節貧富懸殊